张铁林直播卖字,自称黄阿玛真迹,一个福字原价十段降至1688网友 别把我当傻的,近日张铁林献身赵普直播间带货 他称自己会送出30张新春福字,保证都是黄阿玛的真迹 自己可是一张一张亲自手写的,还反复强调花了不少时间呢 绝对的珍藏版限量迎春福字,平时自己的一幅字画都是标价十万 现在送福利一幅只要1688元就能带回家,仿佛粉丝占了什么大便宜一样 而此时一出也是引发不少网友的群头,纷纷表示他一个英国人 有什么资格过春节,更多的是吐槽他实在入戏太深 真把自己当黄阿玛了,一字千金啊 甚至有网友表示街上送的都比他写的好 这下张铁林也是彻底翻车,可想而知谁也不傻 这场直播下来,黄阿玛福字也只卖出了两幅而已 而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张铁林一进入直播间 弹幕上满屏都是老外二字 张铁林的英国国籍也不是第一次被大众怒对了 他也藏正面回应,更改国籍的理由 大言不惭的表示自己只是为了生活更方便,直言加入英国国籍 更方便弘扬中国文化 当时已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怒对 说谎一点也不脸红,不过就是想两边好处逗漏 中国赚钱英国生活,可不是很介意吗 除了英国国籍遭人诟病 张铁林直播间一次千金的行为,也是让人怒斥晚节 不保,其实像这样的老艺人是相当看的可真不少 比如潘成江,就曾在直播间下回带货 就是为了博得更多的流量和热度 而刘晓庆也曾在直播间售卖过天价字画 一张两个字的亲笔书法就标价9999 一副福字也同样要价888 虽然只有200个人购买 但算起来,也能纯纯的赚上十几万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艺人越来越多的巨带货 而不是想要拍出好戏 毕竟巨大的粉丝效应带来的金钱诱惑 即便是老艺人也抵不住 分分钟就能进账上万元 何苦去辛辛苦苦拍戏呢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